有時候創作的東西就是 你不知道你會弄出什麼東西的那種 產前憂鬱 好啊 為什麼我創作 蔡依林驚吐產前憂鬱 請證實年底演唱會計劃中 前年Ugly Beauty世界巡迴 因為疫情上的台北高雄舊喊卡 外傳演唱會有望再開 就連姐姐蔡明文之前出席活動都被追問 蔡依林昨出席公益活動親自解答 我公司是有在計劃說 還是希望給大家再一個結束 我本來是排斥的 你的結束是指說這個群也 排斥的那個點是 我覺得大家都看過了 所以有一種好像差不多的 希望讓大家有一個ending這樣子 你現在有比較能接受這個說法嗎 所以還卡在那 我可能現在的煩惱不是這個東西 對啊 可能還是想要先把 新的這個 結束先想出來吧 哲林休息期間不僅打毛線還學射箭 脫離工作步調的慢生活讓她很自在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 熱圈速度 運行是一個貼紙衣服 然後 回到家好像早期還沒有 鬆起來 那種感覺 沒有那種 沒有工作 會很焦慮的感覺 我就覺得 欸 鼓勵自己 你確實其實蠻努力的 所以可以 可以 可以這麼無憂的生活 很棒 所以妳剛剛有說要去學了很多新的技能 去射箭 因為我覺得是一種環體活動 也不是要增加技能 是一種 喔不然間也覺得 對這東西也好奇 我很喜歡 學東西的時候的專注 反而會讓頭腦放鬆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這樣好嗎 這樣子對嗎 就很多 我相信你們應該都會 比如說你在很熟悉的行業裡 你這樣做 然後 你自己怎麼看 多少會有一點 自我要求吧 那剛剛說到因為自我要求這一塊 所以導致專輯是難產喔 因為我是蠻敏感的 如果這個東西還沒到 我就說我是沒有辦法應急的 有時候創作的東西就是 你不知道你會弄出什麼東西的那一種 產生憂鬱 是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行 我沒有懷孕過 就是 東西要出來前的那一種 我不確定 除了這些生活的充實之外 會有人可以帶給你安全嗎 我覺得我現在抽招的人 都能夠帶給我安全嗎 除了家人之外 也有啊 真的喔 算了 你現在是 最近有人在追求你嗎 沒有 可是你出去社交了欸 可是你出去社交了欸 什麼意思 那個 有關聯嗎 就認識比較多人啊 就是 隨緣吧 不管有沒有在另外狀態 我覺得自己感到幸福 能為自己感到幸福 能為自己感到幸福 這件事情是 很想要的 別人帶給你的 我自己會感覺的是 比較短暫的 Party慶祝 Party結束之後 你還是 你總要 回家的 一個人的時候 不應該 你應該 把 別人帶給你的幸福 放在地裡櫃吧 好